黑暗瞎小的房间里,男孩惊恐无助 可怕的怪物即将将他给吞噬 他不停的呼喊,可是没有一个人来救他 只有将那怪物吞噬才能活下来 乘机列车上发生一起劫持人质案 这并不是单纯的劫持案 而是由于其绑架案转变而来的案件 一个上班族模样的人是来和绑架的家属做交易的 为了方便脱身,他们特意让家属交数金放在行李架上 不料家属一早就选择和警方合作 周围全都是提前埋伏好的探员 他们就等待罪犯的现身 经营犯罪分子的人从内鬼那里得知了消息 下令取消了行动 此时列车上的嫌疑人已经拿到了箱子 并不想让得手的钱就这么消失 谁知道箱子里面钱大部分都是白只 为了脱身,他挟持列车上的推销员 并且开枪打死一名探员 在降车过程中,列车的门关闭 警方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离开 幸好有一名探员在车站外等候 他铭枪射警,让罪犯将人质给放掉 被释放的人质缓缓走到探员身边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人质突然掏出一把刀将探员给捅上 原来犯罪分子和人质是一伙的 这是他们早就商量好的脱身之际 这群人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白媒组织 组织成员一共有五个 太硕是他们的老大 多年来作恶多段 警方一直在找寻他们的踪迹 可是每一次都会让他们逃走 成行而去,败行而归的罪犯们回到老巢 他们商量怎么处理人质 大家产生了分歧 人质嫌隙被撕跳 人质是一个小男孩 被他们藏在一棵盆栽之下 由于长时间的缺水缺氧 他已经奄奄一息 但最终还是被救火了 他们认为只要有孩子就会有钱 只是没有想到 这个孩子一待就是很多年 他们还给他取了新名字 叫做华硕 那些曾经参与绑架他的五个人 也都成为他的五个爸爸 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都是和爸爸们学习知识 时常帮助他们拦接警察的行动 这个家里不止华硬一个人是被绑来的 还住着一个可悲的女人鹰猪 她是华硬的大爸爸 太朔鲁来的女人 一开始她的双脚还被捆着铁链 时间长了 有型的铁链早已消失 可困难她心里的那条链子 却永远都打不开 她已经忘记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仿佛眼下才是她应该过的日子 这些人收养华硬并非出于什么好心 如果一开始是为了钱 那么现在就是为了将她培养成自己的爪牙 华硬从小的玩具便是枪和挂在树上的猪头 三爸妈对华硬的感情是最特别的 她不希望这个孩子像他们一样 成为一个冷酷无情的杀手 为了金钱和利益生活在阴暗的地下室 她希望华硬有一个正常的未来 得到良好的教育 只有她明白这个孩子和他们不一样 华硬虽然在狼魔长大 她天生善良 喜欢美好的事物又乐于主人 一天外出 她帮助一名叫幽静的女孩子修理自行车 这是华硬第一次和组织外的人交流 她被这个女孩子的笑容彻底感染 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纯净的笑容 可以那么放肆地笑 无拘无束 自从那以后 她就经常跑出去看女孩 并将她的一举一动都画了下来 一次她跟着女孩有些畜神 显现被车给撞了 幽静一眼就认出 她是帮助过自己的男孩 自来熟的体制 让她和华硬很快就联络了起来 不过大多数都是幽静在说话 华硬都在一旁默默地听着 她要很自卑 不愿提起她现在的家庭 她生活的地方 看似是一个培养树苗农场 实则却干着杀人的勾当 或许她知道了 就再也不会靠近自己 最近城里发生一桩抢劫案 是怀疑的爸爸们干的 他们一贯总指就是不留一个活口 可在这次行动中 留下一个盲人按摩师 或许是一失心软不想杀她 况且她是一个瞎子 即使摘掉头套露出真容 也根本不可能将自己的容貌供述出来 这个盲人按摩师 成为警方调查案件的突破口 不管警方用什么办法 按摩师就是什么都不肯说 崔正明探员不愿就此放弃 再次询问忙着按摩师 他和白妹多次交手 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他一定要从按摩师嘴里 闻出线索 他关掉了神讯室的灯 用打火机的火苗 对准按摩师的眼睛 发现他有一丝的反应 他并不是全忙 只是侥幸通过 太初的试探 捡回一条命 崔正明警官发现他秘密后 按摩师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 他不是不愿意配合警方 只是他害怕报复 到那个时候 谁又能来保护他呢 崔正明将他不愿意配合 就恐吓他 会告诉媒体说他不暇 并且清楚地看到犯罪嫌人的脸 到那个时候 白妹必定会派人来追杀他 崔正明这一招十分管用 拱破他心里的最后一道防线 乖乖地交代案发当天的事情 华裔很快便收到 事情败露的消息 埋伏在警局周围 准备将人证射杀 这一次他们带上了华裔 训练这么多年 是时候检验成果了 这是华裔第一次执行任务 十分的紧张 他将瞄准器对准人证 可他迟迟没有扣下扳机 镜头下不止有犯罪嫌疑人 还有一只想要吞噬他的野兽 只要他想做坏事 那只猛兽就会扑向他 华裔惊吓之下 错过了射杀的最后时机 苏裔十分的生气 将他退在地上朝他开枪 骑士枪里根本就没有子弹 只有只不过是对华裔的一次考验 他们早就安排了周明的提话 在按摩室离开的路上 将他带回农场地下室 说他带着华裔来到地下室 让他看着被打得满身是血的按摩师 质问他为什么没有开枪 为什么那么懦弱 还是说他的灵魂就那么高贵 全静 华裔会在地上请求他的原谅 但恶魔终究是恶魔 他不停地给华裔灌输自己的思想 看似要为他除去心中的怪物 实则要将他变成真正的怪物 只有这样他心中的良知才会被消灭 真正成为杀人的工具 这件事过后 他们接到一个新任务 拆迁地附近 如果说是因为不满意拆迁款 那就好办了 可偏偏这家男主人联合则不差钱 他们宁愿待在这个断水断电的房子 也不肯离开 开发商见此状况 只好花钱买命 白美组织按照往常的计划 让华裔先去试探 敲开这家人的门座 其他人埋伏在周围 随时准备击毙里面的人 然而不巧的是 他们行动那天遇上了警察巡逻 由于这家是有名定字户 突然有一个高中生出现在他们家 有些奇怪便上来询问 幸好华裔及时撬开了门锁 伪装成外出回家的孩子 警察这才消除一旅离开 华裔进入房子之后 发现并没有人 他看到一张丢在地上 周八的老照片 有些惊讶 为什么照片上的人 会和自己长得如此像像 这时房间里的壁橱 传来手机震动的声音 瞬间引起华裔的警觉 这间房子的女主人 听到外面有动警就躲了起来 看到有人进来更是吓坏了 发简讯给丈夫 却没有想到这时丈夫打来电话 华裔找到这个瑟瑟发抖的女人 他并不想伤害她 他们之间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 还没来得及说话 华裔的爸爸们就进来了 他知道女人一旦被发现 肯定会死 于是默默关上了门 将那张照片也偷偷藏了起来 这家的男主人林何泽 很快就赶到家里 被藏在这里的人给抓住了 当所有人都在审讯他时 女主人从壁橱里面逃了出去 一边跑一边呼喊救命 遇到两个开车路过的年轻人救下了他 他们必须速战速决 逼迫华裔开枪 但华裔拿着枪的手颤抖 他下不了手 他说一遍一遍地逼迫他 释放他心中的怪物 终于抵抗不了扣下了扳机 一连打的那个人好起枪 这次任务算是失败 他们放走一个目标人 还差点保留自己的身份 这件事情给华裔的内心带来不小的波动 还不知道为什么那张照片中的人 和自己如此相向 维伦多称这一切 他又去了林何泽的家 这里的布置一直维持了原来的模样 无理的风铃墙上的认字表都没有变 他还看到很多孩子的小时候的照片 和学人启示 这些熟悉的感觉让他大胆混乱 他似乎可以确认 林何泽夫妇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这一时房间发生了异响 是林何泽的妻子金扇子上帝要自杀了 华裔用尽全身的力气将他救了下来 他已经失去了父亲 不能再失去母亲 儿子失踪 丈夫被杀 对于他来说 活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此是他解脱痛苦的被一选择 华裔报了警并将他送进了医院 之后便彻底失踪 所有人都找不到他 华裔的叛逆让三爸爸有些担忧 况且警方也前来调查 在他看来 最好的办法便是将华裔给送出国 远离这里的事实非非 而此时的华裔心里已经埋下仇恨的种子 被拐之受 父母抱受失散痛苦之仇 杀父之仇 他决定要向他们一一清算 华裔找到三爸爸拿着枪对准他的胸口 质问他是否知道林何泽的真实身份 为什么没有阻拦他们的行动 他们不搬走 就是想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孩子 怕一天孩子回来了 却找不到回家的路 只要家在 孩子就有回来的希望 三爸爸回答不了孩子的问题 他知道这一切的错误 都是因为他们造成的 只有死亡才能终止这一切的仇恨 枪声黄说了长空 三爸爸胸口助担而亡 服务车的号角正式吹响 为了能够顺利的拆迁 开发商还找了另外的杀手 他们打算在医院将金扇子给杀死 杀手伪装成病人 夜深人静之时来到医院 试图往他树叶馆里面注射药物 幸好华一时刻守在妈妈身边 他发现杀手的行动和他四打在一起 他从小被当成杀手来培养 没想到所有许多功夫 最后都用来对付杀手上 华一气高一臭将杀手杀死 并从高空跑下 现在的他犹如一只网兽 没有人能够阻挡他 他将母亲送往了其他医院 并让佑静来为母亲办理住院手续 这是他唯一的朋友 也是他唯一能够信任的人 看着他在病床的母亲 他十分难过 他不知道原来母亲已经变得这么苍老 他应该早一点认出来的 他要保护母亲 就算自己死了 也要保护他的安慰 他回到农场 到武器库拿走很多枪 可是被人给发现了 华一想求他放过金扇子 为了母亲 华一放手一搏 从农场逃了出来 还带走大量的枪 身后的人紧追不守朝着他开枪 阿尔爸爸虽然没有什么大能耐 还有些小懦弱 但他很喜欢华一 不希望他们伤害他 摇晃车子避免让华一中枪 他希望华一能够冷静地和他们谈谈 跟华一已经下定决心 任何人都不能阻止他复仇 利用交给他的高超开车技术 摔掉所有人 华一身上的本事 都是他们五个人教的 也是这五个人的综合题 他要用他们的方式来对付他们 华一来到仓库 别说太大电话 约他在这里见面 这里也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地方 也是罪恶的开始 所有的事情也该在这里结束 藏男华一身体中的那只巨兽 已经征脱束缚他的牢笼 抛弃善良慈悲的他 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开始战斗 顾知是爸爸们 还有开发商雇佣的杀手们 凡是琢磨下他们母子的人都要死 他将他们都约到这里 自己则站在高处 用狙击枪标准这些人 他们又对爸爸们下手 或许是因为这几年养育的情分 所以他朝着杀手们开枪 让他们互相打斗起来 最后都将被这个儿子给算起死 二爸爸想要劝阻华一 他只能嗜血暴力的儿子 不是他真实的样子 他不愿让孩子被仇恨蒙蔽 更不想他的双手沾满鲜血 华一根本听不进去 在争执过程中 二爸爸不幸从高空坠落 只是他最终的命运 还要被自己做的错而赎罪 朔泰是唯一一个 在争斗中存活下来的人 看着自己的兄弟 都被儿子给杀死 他的心中充满了怒火 当得知金扇子的藏身之地之后 率先一步赶到了医院 看着他在病床上满脸憔悴金扇子 朔泰的内心没有一丝的怜悯 在杀死他之前 说了这么多年和林恒泰的恩怨 朔泰认为自己生来就是一个邪恶的人 从小心里就住着一个恶魔 而林恒泰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总是希望能够帮助他去除内心的怪物 但祈祷并不能帮助他 反而使怪物越来越强大 仇恨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 他把林恒泰最喜欢的女生给强暴了 林恒泰赶来救援 又将他的腿给打断了 即便这样林恒泰依旧没有怨恨他 反而一直在为他祈祷 可是只有他自己明白 只有变成怪物 他才能真正的摆脱怪物 他之所以抚养华英 也是因为他们很像 都能看见可怕的 但并不存在的东西 这些怪物是源于他们心中的恐惧 恐惧越大 怪物就越强大 直到他们自己变成真正的怪物 就再也不会害怕被吞噬 华英在赶来的路上出了车祸 当他亮亮强强跑到医院时 母亲已经被太硕给杀死 直到最后 他手里还握着华英给他的手绢 这是对儿子最后的寡念 华英不能原谅自己 难过地哭了起来 刷死金太子之后 舒泰回到家里 发现英珠在清理涕板上的血迹 前来调查了崔正明探员 发现他们想要隐盖的秘密 以及华英的真实身份 为了不让崔正明找华英麻烦 英珠将他给打晕了 在这个恐怖的家里 华英是他最爱的孩子 绝对不能允许他回出事 舒泰回到家里 决定和英珠一起跑路 在此之前他会先杀了华英 英珠不愿意再过这样的生活 不愿意再和怪物生活在一起 懦弱一辈子的他 第一次反抗了舒泰 这也是为了华英 可他根本不是华英的对手 被安在暗台上 险些被杀掉 幸好华英及时赶到 他男人枪对准眼前这个十几年的怪物 质问他为什么这么做 舒泰狡辩 这一切都是为了华英 为了让他不再看到怪物 此时被打晕的崔正明也醒来 男人枪对准了他们 三个人陷入了将军 不知道该谁先杀谁 英珠拿着刀从舒泰后面捅了他一刀 愤怒的舒泰对着英珠拳打脚踢 华英为了制止他朝他开枪 探员朝着华英开枪 场面十分混乱 舒泰更不想让他杀死华英 反手给了他好几枪 探员中枪身亡 舒泰挟使着英珠 逼迫华英拿着枪和自己对峙 可但无法对着舒泰开枪 一拿起枪 他就能看到冲装在对方身上的怪物 只让他十分恐惧 他无法对其开枪 他跪下来求舒泰放过英珠 舒泰也并不想伤害华英 对着华英有着畸形而变态的父子之爱 他只想和华英在一起 继续他的犯罪道路 在他拿枪准备打死英珠的一刻 华英打死了他 舒泰在绝望中看着儿子死去 从此之后 华英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电影也到此结束 本片是韩国电影 华英吞噬怪物的孩子 当你和怪物争斗时 就必须先变成怪物 只有这样才能知道对方的弱点 摆脱恐惧 真正的战胜敌人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喜欢点订阅关注 持续更新 不见不散